福原爱江洪杰婚变事件已经持续三个月之余,至今还未尘埃落定。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江洪杰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 预示着两人离婚正式进入倒计时,福原爱江洪杰离婚已成定局,剩下只是时间问题。 相信大家和小编都有同样的疑问,福原爱江洪杰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虽然媒体众说分谈,但似乎又全不对。 日前,台媒再次爆出猛料,指出福原爱江洪杰离婚关键。 日前,台媒针对福原爱江洪杰婚变事件进行分析,指出两人离婚的原因。 台媒认为福原爱江洪杰的感情最终走向破裂,与福原爱江洪杰都有关系。 但福原爱的问题更大一点。 福原爱在位于江洪杰离婚的情况下,与早稻田大学的学弟在江滨约会,贴脸吃烧麦相依而行,并且在同一家酒店过夜。 虽然福原爱极力强调与早稻田大学的学弟不在同一间房,但并未拿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台媒分析指出,福原爱与早稻田大学的学弟约会事件成为福原爱江洪杰离婚的关键。 台媒特别指出,有近八成的日本已婚妇女不止一个生活上的伴侣。 也就是说,近八成的日本已婚妇女除了自己的老公之外,还有其他至少一个男性友人。 台媒大胆地推断,福原爱之所以在位于江洪杰离婚的情况下,敢与早稻田大学的学弟约会,是因为福原爱已经将偷吃行为作为了习惯。 台媒还指出,福原爱江洪杰婚姻最终破裂,江洪杰也有一定的责任。 江洪杰对福原爱的爱用错了方向。 福原爱江洪杰完婚之后,江洪杰并没有因为福原爱放弃自己的工作,专心陪在福原爱身边。 除了工作之外,江洪杰还开了一家自己的球馆,导致江洪杰更加没有时间陪伴福原爱。 却少了江洪杰的陪伴,福原爱心里肯定会有些不满,久而久之,两人之间感情出现裂痕,再正常不过。 但小编想说的是,福原爱江洪杰婚姻走到尽头的主要原因,真的是因为福原爱与学弟约会有关吗? 福原爱与学弟约会被曝光出来之前,福原爱已经不止一次向江洪杰提出离婚的要求,江洪杰始终不同意罢了。 或许福原爱与学弟约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并非福原爱江洪杰离婚的主要原因。 至于福原爱江洪杰离婚的真正原因,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32岁的福原爱封播后接受采访,在家不对儿女说中文,出嫁时身穿和服。 不久之前,有关媒体报道,福原爱在家中只对自己的孩子说一种语言,日语。 用日语和儿女沟通,此采访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在福原爱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表示,自己的做法可以让孩子耳鲜目染,潜意识将做日语看作是母语。 据悉,在2016年时,福原爱和丈夫江洪杰在东京首次召开宣布婚讯的发布会。 福原爱以一身和服打扮在媒体和观众前亮相,当时的江洪杰也是使用的日语向大家问好。 对于记者提出福原爱在这个时候穿和服的原因,福原爱则坦然答道, 这表示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出生在日本。 虽然嫁了过去,但是我永远记得母国的球迷们。 福原爱和江洪杰的感情破裂之后,与孩子相隔两地并没有时常看望。 引发了他对孩子不关心的传闻,也招来了骂名。 此采访也证实了事实上,他很在乎小孩,对孩子的教育也有自己的坚持。 虽然福原爱和江洪杰已经分开了,但他还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 此前,福原爱一家曾去拍过写真,当时一家四口十分甜蜜幸福。 福原爱穿着棕色的背带裙抱着女儿,女儿也正温柔地亲吻着她的侧脸。 福原爱露出一脸喜悦慈爱的表情,十分享受其重。 福原爱对自己国家有感情,所以希望自己的小孩从小把日语当母语。 但其实江洪杰也对孩子进行中文相关的教育。 其实两个孩子是在中日双语环境下长大的。 接下来说,福原爱不伦五大原因曝光, 无法战胜幸运,认为江洪杰没前途。 福原爱和江洪杰婚变消息震惊娱乐圈。 其中小爱甚至将家人丢在台湾, 自己在日本和横滨高帅男出门约会, 让中日网友们一致同情江洪杰的处境。 福原爱深眩不伦风波,夫妻俩也损失了不少代言。 而福原爱清纯甜蜜的形象也让日本网友不再爱。 中日网友都在论坛中提问, 江洪杰这么帅,福原爱为何会偷吃? 掀起新一阵的讨论。 对此,一名驾到日本的人气网红就引述日媒报道, 并公开了福原爱偷吃的五个心理, 让不少网友都直呼太神准。 5月28日,据台媒报道, 驾到日本的网红妈妈加库日前引述日媒报道指出, 指出福原爱偷吃等人有五大的心理, 并偷偷暗指福原爱都有做过这些事。 网红妈妈加库表示, 偷吃的男女有共同的五大心理, 其一为无法战胜自己的性欲, 这类人因为性欲极强, 且不知想和现在的男女朋友发生关系, 还想和更多人发生关系, 而有可能是受到现在伴侣的拒绝, 只好去横滨约会。 第二,则是对现在的伴侣有所不满, 因为和现在的伴侣相处中, 日子久了一定会有所不满, 但这个不满并不是用沟通解决, 而是找其他异性来抒发, 最先都是倾诉烦恼, 接着就会借口商讨开公司的事。 第三则是感觉对方没前途, 特别是女生会有这种心理, 若在交往中的男性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 这时出现一个条件好的男性, 就像服怨爱会遇到一个高大帅, 又年收八百万的人, 比较追求安定的生活, 又喜欢刺激的人就会出轨, 而这样的人也很容易一而再, 再而三地偷吃。 第四则是对对方少了心动的感觉, 没了心动很可能就是进入了倦怠期, 麦麦加库指出, 任何一对稳定交往的男女或夫妻 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而有人就会找小王、小三来找回心动的感觉。 第五则是服怨爱和江洪杰两人的生活过于单调, 因此想要找一个不一样的人去不一样的地方, 又有不能被发现的刺激感, 因此会误以为这就是心动。 五条精准的分析, 让网友直呼之说的就是服怨爱本人了。 此前就有媒体爆出, 服怨爱因为是运动员的关系, 在这方面需求大。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期间, 每天晚上都不回房, 让室友很困惑。 直到和江洪杰传出结婚消息才明白, 因为是异地婚姻, 服怨爱和江洪杰两人的生活 和家庭观念完全不同, 与家庭关系亲密度也大不同, 这让对方很不习惯。 国内的情侣常常时间到了, 就会往对方家里见家长, 但日本情侣没有这样的规矩, 跟日本男生交往, 完全不必看对方爸妈, 更别说住一起。 日本人也很少每周回去见爸妈, 如果常常回家看爸妈, 会觉得压力很大。 而服怨爱和江洪杰婚后经常 和婆婆公公住一起, 生活习惯上差异, 更是更加凸显了出来, 这样日子久了, 小矛盾就变成了大矛盾。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